大家好,响应政府的绿色环保出行,这一次我们选择乘坐德国铁路,目的地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大都市,它是音乐之声的拍摄地,也是莫扎特的出生地,它就是奥地利的萨尔斯堡。 在慕尼黑中央火车站转换火车之后,大概再乘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就可以到达萨尔斯堡。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萨尔斯堡距离德国边境只有短短的十公里距离,也就是说,火车离开德国之后的第一站就是萨尔斯堡。 视频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给个三连予以支持,在此表示非常的感谢。 萨尔斯堡历史悠久,公元700年,巴伐利亚统治者将萨尔斯堡的控制权交给了当地主教,以换取他在该地区捍卫和扩大基督教的承诺。 一千多年来,萨尔斯堡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一直到他向拿破仑投降。 由于其强大的堡垒和保持中立的诀窍,这座城市设法避免了战争的蹂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虽然城市的新区部分被二战炸弹摧毁,但历史悠久的老城区幸存下来。 在位于萨尔查赫河和一座名为僧侣山的小山之间的旧城区,拥有吸引游客的所有魅力。 1756年,在这座黄色建筑中,莫扎特出生了,并在这里居住了两年。 如今的这座建筑改为博物馆,对于他的粉丝来说是一次朝圣之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活环境,他的家人在河对岸购买了一处新的住宅。 在这个博物馆之中,展出了许多乐谱、肖像,以及其家族的一些背景信息。 在这幅全家福中,展示了莫扎特和他的妹妹,以及他的父亲,和两年前在巴黎去世的母亲。 莫扎特一共在萨尔斯堡生活了25年,但是其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度过的。 他在欧洲各地演出,但在他整个青年时期,他都把萨尔斯堡称为家。 25岁时,他为大城市做好了准备,并搬到了维也纳。 似乎整座城市都留下了莫扎特的影子。 不仅有莫扎特的博物馆、广场、酒店、饭馆,还有世界文明的莫扎特巧克力球。 除了市区中关于莫扎特的旅行景点之外, 位于萨尔斯堡南郊的海尔布伦宫,也是非常值得一逛的景点。 尤其是庭院之内的机关喷泉,是每年夏季的热门旅行景点。 1613年,建筑师在哈尔布伦宫殿以及花园之内,按照当时意大利风行的水景建造了多个不同的水景,完全采用意大利风格的别墅风格。 这些喷泉很快在萨尔斯堡以外的地方声明确起,也经常被拿来与意大利著名的水景装置相提并论。 在这里,当宾客正在品尝凹槽中冷却的葡萄酒时,会不经意地被座位下的喷泉所喷湿。 而企图逃走的人,又会被隐藏在地板上的87根牵管所形成的水帘挡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个石窟之内,迎接你的是一张被水驱动的鬼脸。 在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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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 十种不同的鸟鸣 而在有五个小石窟 所组成的机械影院之中 人们可以欣赏到 由水驱动所带来的 五个不同的场景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场景之中的高潮 来自于制作由水驱动的机械剧院 木偶展示了18世纪的宫廷生活 全部场景由142个移动 和21个不能移动的小型雕像所组成 而且更用人物动作的快慢 来描述当时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区别 这个石窟有水柱的强弱而升起的皇冠 在北方大的女人 在北方的城市里面 和204个移动的强力 在北方的夜船上 和205个移动的予力 和205个移动的予力 和204个移动的予力 和205个移动的予力 由于城堡只是作为当时主教夏日日间的休闲场所 所以室内并未设立卧室 400多年以来 城堡以及水景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 唯一的变化就是当时贵族主教所有的园林建筑 现在可以由大众进行参观 对于海尔布伦宫的史料非常的少 除了编年史之内对于大主教高度奢华 以及娱乐场所的最大化的要求 几乎找不到其他的记载 好了 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当然萨尔斯堡还有很多好看好吃好玩的地方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萨尔斯堡 请记住关注我们的下一集 我们再见 请记住关注我们的视频